总统大选在柯文哲确定阻挡后 其实也增添了更多选情上的变数 因此现在蓝绿阵营 推出了总统参选人 自己必须拥有实力 谁当副手也是接下来的选战关键 最新媒体民调就显示了 韩国瑜的副手支持度 目前是由前新媒市长朱立伦 他获得了23.6%的最高民意支持 但是在韩粉当中 好像比较喜欢钱格魁张善政 至于蔡总统拼连任 他要来找谁当副手 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因为无论是全国或是范绿的民意 都是由钱格魁赖清德 被视为是最佳的副手 2020总统大选变化多端 尤其重大时事往往牵动选民决定 因此各阵营抵定总统参选人之外 派谁当副手也是焦点 蔡总统在整个铁粉支持度上 剩下两成 那接下来我想后续发展的议题 副手能不能为总统候选人加分来凝聚 也是未来两周 我们在民调上持续要来滚动观察 谁是最佳神队友 民调显示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在全国和泛兰民意中 获得最高支持 当韩国瑜的副手 不过韩粉中却有38.4% 肯定钱格魁张善政 至于总统蔡英文连任之路 则由钱格魁赖清德 获得33.2%最高 远远超过郑文灿 苏贞昌 苏嘉全 范律更有超过54.3% 判赖清德可以挺身而出 赖清德不管范律 或者是英粉有五成以上 这可能是民进党对内操作 凝聚向心力 这个总统的支持度不够 危机也是转机 所以我相信韩国瑜阵营 应该也在朝这个方面来努力 如果柯文哲进来对韩文的伤害 远大过于对韩国瑜的伤害 如果柯文哲跟郭台铭 结盟 整个盘就更大的变化 柯文哲确定阻挡 让蓝绿对决局势充满变数 如何掌握游宜的中间选民 靠副手神救援 也是接下来各阵营间的催票关键 记者周景临凯军台北采访到